卫福部 卫福部应该是站在全民的食品安全 而不是用一些不实的一个讯息 来掩盖威胁健康的事实 担任卫福部长应该是非常不治之举 谢谢我们今天呢 带着云林的最棒的斗六文旦来到立法院 那我们都知道在立法院很多的立委 还有很多的媒体都在这里 那可以说是呢 透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行销 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呢可以 我们大概历年来都在这里行销 真的是成果非常的棒 所以呢 每一次在盛产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到立法院来开这个记者会 县长刚好现在这个美出议题延伤 今天就这么刚好也在做专案报告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这里 等一下有机会会不会想要拜见一下他 跟他了解一下状况 如果有机会当然是非常希望 但是我们今天是以我们的文旦为主题 那时间是非常巧遇 因为我们早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就订好今天的时间 那也不晓得今天是刚好立法院开议 那院长呢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为什么要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呢 进入到台湾这个市场 那当然呢 以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就是不论是我们的猪农 也有抗议 也有反对的意见 那最重要是全民的健康 受到威胁 这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 那我们希望主政的单位 尤其是卫福部 卫福部应该是站在全民的食品安全 这是最首要 而不是用一些不实的一个讯息 来掩盖这样的一个威胁健康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担任卫福部长 应该是非常不治之举 那怎么看这个蒜头这个部分 有人说是不是政治斗争下的结果 那县长你怎么看呢 蒜头这一次是因为当时水灾的问题 所以产量也减少了 再来就是因为带土的蒜头不能进来 造成整个市场上的这个蒜头减少 量少价就高嘛 那但是呢高到一个天价 当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想检掉单位进入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要维持这个市场的公平机制 应该有的一个积极作为 那云尼县政府基于行政裁量 行政配合上 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地检署跟调查站 要求我们来配合行政机场 这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市场上 应该也要洞悉到现在的价格 是已经是天价了 那如果有不当存货不当囤积 这都是不好的行为 那我们也要以正视听 真正去查气以后 如果现在的产量不是囤积 那我们就回归回来给他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 因为接下来不只是市场上的这个蒜头的价格很高之外 包括未来要栽种的时候 蒜种的这个成本也很高 那面与下一次明年要这个采收的时候 我们成本这么高 未来的算价到底怎么样才合理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多的关系 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一起 那我想我们的蒜农本身是非常单纯 只有把我们的品质做好 但是蒜商会不会利用这一波 去做一些比较不当的这些手法手段 我想我们都是希望站在蒜农的立场 维护他们的权益 维护他们基本的收益 那县长就再问一下 今天在美租在里面 就是现在已经栏尾在包围 是让院长希望他道歉 你的心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是当然的 因为不只是云林县是个养猪大县 我们抗慰我们猪农的权益 那当然我们所有全民的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那猪农权益固然重要 但是全民健康更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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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